阿對對對 阿你要拿這支買給我看 對對對 這樣比較可以聚焦 所以我不用講三個關鍵字 你可以講 其實你只有十二分鐘 我講的都算十分鐘 好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 好我問我記事 不用記事 大家好我叫憲忠 然後我是讓他們梅姑的負責人 然後今天來這邊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讓他們梅姑是怎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首先第一張簡報就是 這是七十萬 然後我想聽聽大家知道七十萬是怎樣的東西 還好有讓貓總是怎樣的 沒錯 但是這是官方統計的七十萬 然後據說沒有統計的大概兩百萬 然後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猶豪貓狗在沒有被帶到動物之家 或者是被人家收養之前 他在路上就是如同大家看到 他可能是在路上吃了事 或者是被大家驅趕 然後被通報之後環保局 然後把抓著 然後最後他可能就是 到雙龍所沒有人養然後就死掉 或者是他被營養又被棄養就這樣子 那流氧動物為什麼台灣這麼多呢 就其實都是人類造成的 就是大家養了買了又棄養 然後又讓牠們生 然後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然後大家在做這件事情 雖然大家都有在做 但是速度不夠快 速度不夠快就是造成流氧動物越來越 所以我們曾經有想過去收養所動物之家當志工 然後去幫助牠們 然後後來發現這個收養所動物之家的環境 真的很糟糕 然後大家去那邊味道也非常的重 然後會想說他們這樣子 還有人願意去營養牠們嗎 或是大家去看到牠們之後覺得 欸這好髒的狗 或是又一叫又一咬人 那我帶回家之後是不是會有一樣的問題 然後後來因為政府都開始要推動 林安樂政策 然後如何讓牠們的動物變成林 然後這是我們想說 下一步要做的 到底要怎麼做 那林安樂政策就明年 聽說明年1月要實施了 那收養所到底會擊爆 然後擊爆之後 這些動物何去何從 是不是在收養所 可能就變成無期無期 它沒有辦法被領出來 就在裡面待很久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們想到一個方式 就是讓牠們也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開了一間咖啡廳 就在金站的隔壁 然後為什麼要選在這邊呢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比較接近式東西 然後通常收養所都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大家不容易去到 聚到這個地方 然後也不容易去理這樣 所以我們開了一間咖啡廳 咖啡廳的動物就是大家都有去過咖啡廳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做一個比較乾淨無壓的一個空間裡面 去跟這些動物做步驟 那現在下一張是我們店裡的那個分 大概分配度 我們店裡就是總共有兩層樓 一樓就是收養狗狗 二樓就是貓咪 那狗狗的數量其實我們收的也不多 其實我們最多的就是收兩隻 然後一隻是店狗 貓咪的話就會收到七隻 然後兩隻是店狗 那來這邊的客人就可以跟他們做互動 那也增加他們的領養率 那主要就是可以進去接觸他們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店的門口的樣子 主要是我們會打造一個像自己在家裡 就是客人到這邊好像回到家裡一樣 然後家裡面有動物在就半年 然後一種情緒式的感覺 也有像一個幼愛 他在家具展示的時候那種感覺 大家想要把家具帶回家 跟想要把動物帶回家當成家人 是一樣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塑造一種溫暖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再下一張是 這是我們店裡面常常會出現的一個情景 就是我們可能有分桌次 但是每一桌的客人他都會互相的交流 因為大家都是愛動物來到這邊 或者是他想要營養動物來到這邊 那可能他會跟第一桌的客人 跟第二桌去做交流 那可能狗跟貓 他也有可能去做交流 這個樣子 再來就是 這個其實這位 這個照片的故事就是這位小姐 其實她本來是很害怕跟動物跟貓做互動 結果沒想到他來到我們店裡之後 他發現貓竟然是可以這麼的親人 而且牠也是流氧動物 那其實所有動物在我們店裡 我們都會做親人的訓練 所謂親人的訓練就是 訓練牠們可以跟人類做親近接觸 我們才會放出來 然後跟客人做互動 因為畢竟 Homme它生氣緊張 牠們必須要過一段時間 才可以有辦法跟你們做接觸 那這樣才可以說 增加牠一個營養率這樣 那這一隻狗狗也是 牠其實剛來的時候 其實非常害怕人 那我們店裡面其實每個禮拜 都會找一個動物行為調整師來上課 來幫這些動物上課 然後增加牠們社會化的情況 社會化就是跟人接觸跟動物接觸 然後減少牠們的偏差行為 進而就是增加牠們的營養機率這樣 再來下一張就是 接下來就是會介紹幾個被領養的故事這樣 然後這個是其實 這一隻狗狗叫妞妞 其實牠是一個三歲多的成犬 然後其實成犬被 在台灣被領養的機率其實比較大 因為大家喜歡領養小狗狗可愛 被領養得比較久 那其實牠原本這一對夫妻要來店裡面領養的時候 牠是想要領養一隻幼犬的 但是後來發現看到這隻妞妞牠在店裡面展現 就是因為剛好有沒有會經過店門頭 然後牠非常害怕 而且驚喜牠們就是想要愛顧牠的心情 然後進而轉變一個念頭 牠就跟我們聊說 那其實幼犬被領養的機會其實很大 然後牠願意把這個機會留給其他人 牠去領養一個別人比較不願領養的狗狗這樣子 所以這個最後牠因為等家等了三個半 最後也終於找到家了 那下一張這個故事是 那隻黑貓是常常站在我們店外面 然後窗戶一直看著我們店裡面的貓 就是看到這個情景就想說 牠是不是很想進來跟大家裡面的貓 好像不能信 然後想要跟牠們一起玩耍的樣子 所以後來我們就做了一個幼虎的動作 因為牠還沒有檢餓 檢餓的意思就是可能動物在外面還沒有截殺 牠又可能會生更多的動物 那檢餓的意思就是牠可能被帶去做過截殺 然後做一個擠包 所以牠也都會截掉 所以我們講說牠是還沒截殺 所以就順便把牠幼虎進來 那最後其實牠也順利找到家了 然後這個這隻黑貓其實有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因為牠是有艾滋病所謂的艾滋貓 就是牠可能就是 學名上面可能比較嚴重 其實就是免疫力失調 就是比較難照顧 但是這位小姐非常好信 也是越來越照顧牠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演員 牠領養這隻狗 那為什麼要領養這隻狗呢? 因為其實牠一開始很不行 不想要再領養狗 而且這隻狗跟牠以前長得夠 長得不一樣 牠覺得我的狗就是要長這個樣子 然後而且牠覺得牠的臉很臭 然後說看到牠 這個臭臉你知道嗎 但是後來牠也是接受牠 然後牠也是很喜歡牠 所以我們在店裡面都會呼籲 另外一個件事情就是說 自己的動物在過世之後 我們希望把牠的愛留給下一個動物 然後這個動物希望是留下一個動物 所以營養代替購買的後面的意義 其實非常的長 就是營養代替購買品種的東西 然後把牠的愛留給流氓動物這樣 所以這是牠以前的狗狗 超不像的 所以牠心目中的狗狗就是要長這個 然後牠就長在一起 然後其實我們店其實還滿大的 大概二十幾坪然後樓上樓下 然後其實大家其實都滿支持我們的 然後常常把我們的店塞爆這樣子 然後其實也滿就是滿 受到滿多媒體關注的 然後比較特別就是 就是有空中美女來幫我們這件事情做成教材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位妹妹到店裡面跟我聊天 她說那個老闆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學習英文課有一個課要考這個 那要考考考 那要考考考考 那要考考考 那要考考考 那其實受到媒體關注也是 我們需要傳達的事就是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需要更多人知道 那媒體報導的話更多人知道 那等於是說我們在生命教育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更加的破綻這樣 那走到校園裡面當然是我們最喜歡的 那就是來這邊之前我們大概統計一下 我們從去年8月到現在 開店到現在 大概每個禮拜可以送一隻動物 找到新家這樣子 目前大概將近40隻吧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方式 因為開咖啡廳就佈置在那地方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自己辦一個屍體的活動 來更多的方式幫我們找到家 然後這個叫做抽籤省眼影 就是來唸書的時候可能會有抽鑰匙的人 抽到誰都不知道 然後就是有緣分 然後抽到來 怎麼是一個豬頭載我是不是 然後我想說 那我們就是 因為大家都喜歡看長相 然後去挑 說我喜歡這隻 好像就是在挑商品這樣 但是其實這些動物都是一個生命 就是你也不喜歡你被挑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用蒙眼的方式 也不是蒙眼就是不知道牠是哪一隻 然後抽到誰就跟誰 然後去做闖關 然後當天我們就設計了三個關卡 然後從店裡面出發到華山 然後總共有三關 就帶著自己抽到的動物去做互動 然後最後其實我們大概有十組 十隻狗狗參加 然後也有兩隻狗狗順利的找到家 這是我們店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因為讓牠別哭目前只有監店 但是我們希望呼籲有更多的店家跟我們營養 可以開放自己的小小的空間 然後照顧兩隻動物 那其實目前大概有將近十加點 那其實受到照顧的動物 扣除我們之外 大概有二十幾隻了 然後目前就大概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在全台灣大概有哪些 還有四新的事 有些是從屋醫院 然後有些是公平洋咖啡廳 有些是貓魚館 這樣子我們稍微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目前我們下一個計畫要做的事情 因為就是觀察到說 我們平常有養動物的人 他去從用品店買東西 買到的東西 但是錢都是給商人賺的 然後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是做一個平台 他跟我們一樣 實在讓牠別哭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我們其實在讓牠們消費 每一筆消費都會會散發給牠們動物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們要做回覆的部分 他在這個平台購買從日用品 也是可以回覆到更多的流氧咖啡身上 然後希望是更透明的 然後他可以說 這筆錢是用到我們兩隻咖啡身上 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最後這個是我老婆 跟我現在養了兩隻狗兒子 然後最後想跟大家說的事情 就是說就是我們找到自己關心的事情 那我跟老婆就找到自己關心的原因 而且我們用自己的生命 生意關心這個理由 謝謝大家